第二題,第二題跟第三題是題組 一恩做了一連串的小角度單擺實驗 實驗結果如下表,請回答下列二到三題 第二題是我們說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選項B說 根據本實驗結果判斷 單擺週期主要受擺錘質量影響 我們教的控制變音法 一次只會有一個改變的因素操縱變音 其他的都要保持不變控制變音 可是我們看到第一次到第四次的實驗當中 我們的白角大小曾經改變 擺錘質量曾經改變 擺長長度也曾經改變 所以我們根本無法從這四次實驗當中 總和得到任何結論 所以我們的選項B是錯的 選項C說 第一次與第三次當對照組的話 控制變音是白角的大小 控制變音就是保持不變的因素 我們的第一次白角大小是 第三次白角大小8 我們改變了這是操縱變音 而不變的是我們的擺錘質量 以及我們的擺長的長度是保持不變的 所以擺錘質量跟擺長長度是控制變音 而白角大小是操縱變音 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對照第一次與第四次可判斷 單擺週期與擺長長度的關係 我們曉得我們一次只會有一個改變的因素操縱變音 來了解它跟應變變音的關係 可是我們的第一次的實驗跟第四次的實驗當中 我們發現我們的擺角大小改變了 擺長長度也改變了 因此我們根本無法從這兩次時間當中得到任何的結論 所以選項株也是錯的 選項A說第三次與第四次實驗結果的操縱變音是擺長長度 我們曉得所謂的操縱變音就是有改變的因素 我們第三次的擺長是64 第四次的擺長是100 而其他的擺角大小跟擺錘質量都沒有變 所以我們的擺長長度是操縱變音沒有錯 所以選項A是對的 因此第二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第三次與第四次實驗的操縱變音是擺長長度